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华厨房 今天阿华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炖鸡汁 是很原汁原味 它是很保 但是它是很温保的 它是不会很燥热的一种做法 然后我们用这个炖钟 就是一个电子炖钟 是非常之方便的 我们首先要放些水下去 它是慢炖的方法 放在这里要炖几个钟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要把鸡去掉鸡皮 鸡去掉皮和洗干净 炖的时候放两片姜 这个钟其实也是很大 比平时的炖钟大一点 我放一碗中间 然后这些鸡 就放在我旁边 就是这样 放两片姜在中间 然后我们加 2-3汤匙的水 不用放太多水 然后少少的盐 少3分1茶匙的盐就够了 我们要它原汁原味 然后就放入锅里 去炖了 这个锅是比较大的 一只鸡这么大都可以 放进去 然后它上面有两个盐 一个是透气的 一个是盖住的 然后这个锅 这里是有几条线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 这里有个水位 我们要加点水 加点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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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满水之后 就将这个炖钟 放到中间 看到有些水位 我们要按锅 要炖三个半钟 鸡已经炖了三个小时 那我们开来看看 好热 看到呢 我们要把汁倒下来 那我们拿开这些鸡 都有一碗这么多的鸡汤 它也不是很肥的 因为我们去掉鸡皮 好了 如果大家 如果是蔡月的朋友 有需要补补新的 按照这个做法 就非常之方便 简单了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做法 记得点赞和订阅阿华国频道 多谢